提到这个无土栽培的时候 咱们很多的感兴趣的朋友们 咨询一个问题 就是说无土栽培 那么这个肥料从什么时间开始用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肥料从什么时间用 第一个要看咱们选用的这个机制材料 无土栽培 这个缓冥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三到四天这个缓冥就全部的结束了 那么结束以后呢 我们根据这个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机制 它本身带有不带有营养 您比如咱们育苗的这个机制 它本身不带有营养 所以缓冥一旦结束 咱们就得用肥 而像一些蚯蚓粪或者是像一些牛粪 我们缓冥结束以后 那么就是说从这个第七天第八天 我们开始用肥就行了 这个是一个标准 那么我们在用肥的时候 前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前期我们这个肥料在描写的时候 一般都给到控制的EC值 给到控制的2以下就行了 就是1.8到2之间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在配置这个肥料的时候 您最好用EC的这个笔 最好来测一下 只要不超过2 在描写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